毛老师 怎么了 毛老师 毛老师在我手上 这个人体 戏经上线 在综艺Offer3中 加油团成员称 想看毛不易用自己的方式安慰一下周深 没想到周深一秒入戏 捂着脸就开始大哭起来 一旁的毛不易配合着问道 怎么了周深 只见周深越演越入戏 大哭的说道 毛老师 他们说我唱歌很难听 说完探同满脸期待的等待着回答 在场的成员也非常期待毛不易会有怎样的回答 搞怪的毛不易毫不犹豫的说道 是的 这个回答让很多人爆笑不已 周深装出生气的样子说道 我的部分你给我录了 不得不说 这两个人的相处方式也太可爱了 简直就是小学生式的打架 我的部分你给我录 周深的正能量使offer三开播后 近凭两期的节目内容就收获了全网的一致好评 可谓口碑收视双丰收 比起所谓的offer节目组 更想传达的其实是一种职业精神 让我们了解医护人员的艰辛 看到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 只要是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节目就算成功了 作为一名老观众 这季节目最吸引的自然是加油团中的周深 如果没有周深的话 可能抽空也会看几眼 但绝对不会这么关注 在节目中 周深承担了很重要的角色 不光是嘉宾这么简单 他可以给我们科普很多医生的知识 一句废话都没有 总能在关键的时刻找到重点 跟医生讨勇 以及毛不易配合的十分默契 点到为止 显得十分讨喜 要知道 周深曾经也学过医 虽然在这一行没能一直走下去 但心里一直都很敬佩医生这个职业 在短短两期节目中 就说了很多励志的名言 周深小的时候 觉得医生这个职业 是一群万能的人 任何病都能治好 直到长大后才发现 所有人都忘记了 医生也是普通人 所以很多时候 大家都会神话医生这个职业 简单的一句 戳中了不少观众的泪点 身边的医院跟医生 看似离我们很近 但我们未必真正的了解他们 相较之下 主持人孟非显得很拉垮 给人感觉可有可无 经常都是嘉宾主动提问 这点做的确实没有前两季的 撒贝宁和何炯出彩 看上去更像是一个 没有感情的工具人 细心看节目的 可能都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很多流程 都是周深在主持的 不少观众甚至觉得 应该给周深双倍工资 毫不夸张的说 如果没有周深 陶勇毛不易的话 第三季令人心动的offer 很容易全程拉垮 他们虽然不是故事的主角 但在镜头前的一言一心 很容易影响观众的内心感受 就前两期的节目来看 个人觉得最出彩的只有周深 没有之一 最后再聊聊八位医学实习生 八个人被分在了三个科室 第一个是心血管内科 素人流畅大有来头 是浙江大学的一位博士后 也是实习生中学历最扛打的一位 面试环节断层碾压 可没有任何临场经验 简单来说就是理论大于实践 不过流畅肯吃苦 别人下班后 他还留在办公室里学习 有付出自然就有回报 他身上有很多当下年轻人 向他学习的品质 第二位是高尚 妥妥的东北喜剧人 一上来就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人设和流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的出现让周深还想起了第二季节目中的背水灰 别看他的学历不高 但经验却很丰富 能不能走到最后还不能确定 但他已经俘获了周深的芳心 第三位谢续超 颜值很出众 临场经验只有六个人 在自我介绍的情节中 英语水平经验全长 对待病人很亲切 还给他们送了自己的画作 一系列表现相当圈粉 第四位是王蕊 甜美的外表特别符合白衣天使的定义 在开篇的节目中 因为一些小动作 比方说东张西望 探头探脑 还被网友骂上了热搜 都说他表现得很不稳定 一点都不符合医生的气质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其实这就是节目组刻意而为的 就是想制造节目效果 个人觉得他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第五位汪伟航 情商极高 有人说他像极了偶像剧中的男主 家庭背景相当厉害 是名副其实的医学世家 四代人都从事医疗行业 很明显人家就是来镀金的 压根就不愁没有合适的工作 第六位李不言 面试比试中的成绩并不是很理想 不过综艺感还是很不错的 尤其是给病人检查身体的那一段 笑喷了不少屏幕前的观众 只见老奶奶既无奈又无语 一脸的身无可恋 其余两人张恰逢称表现得也很不错 总而言之八位实习生各有各的特点 并不像营销号说的那么不堪 就冲周深的加持 该节目就值得一看 不知道大家都追了这档综艺没有 你们觉得如何呢